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名革命军第29军在西风口攻陷日军炮兵阵地 在血与火写成的抗战历史中 1933年长城抗战的记忆无法抹去 发生在这里的历次战斗中 广为人知的有西风口一意 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成德后 长城各口告起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园部 奉命接访洗风口 3月8日第29军军长宋哲园下令 已推进至长城县的冯志安第37师 派部队接替洗风口之阵地 3月9日第29军先投部队刚到洗风口 日军混成第14旅团一部已至此 第29军一个团立即投入战斗 才暂时稳定战局 3月10日第29军主力先后到达鸾阳城 此时防守洗风口的中国守军万夫林部 第53军正在与日军混成第14旅团交战 傍晚 日军占领了长城县北侧山头 及洗风口之董家口一带 适时赶来接防的第29军第37师 立即投入战斗 当夜 第109旅旅长赵登宇 已以两个营夜袭日军 此时万夫林部第53军 正在日军混成第14旅团主力压迫下后撤 第29军立即接防洗风口 并阻击进犯的日军 日军向洗风口全线进攻 在飞机大炮掩护下 一度占领西侧高地 经赵登宇 佟泽光 王志邦三旅长 率队组织反攻 白刃肉搏数次 终于将敌人击退 再度占领山头 建于连日激战情形 宋哲园亲下手谕传世各师 勉逆前方作战将士 3月12日浮晓 旅长赵登宇 佟泽光 王志邦率部 分别抵达北山土三家子日军骑兵阵地 和蔡家豫白台子炮兵阵地 官兵们趁日军熟睡之机 手持大刀猛砍猛杀 并炸毁烧尽日军阵地的火炮 资重和粮末 驻老婆山日军闻讯后 立即赶来救援 于是双方在黑夜中混战 在中国守军的合击下 终于将日军击退 此战地伤日军六七百人 破坏野炮十八门 日军受此打击后 暂时停止对洗风口附近的攻击 洗风口一带的战士 从3月9日开始 经过几昼夜激战 以地二十九军 取得洗风口两侧阵地的胜利 而告一段落 有人曾这样评价说 洗风口战役中 大刀队的威名 几乎把现代化的精良火器 都掩盖了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一慷慨激昂的歌声 从此唱遍了全中国 安静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